她是国际乐坛的超级巨星 为何她会在演唱事业最巅峰的时刻 甘愿为了一个男人而离开这个光鲜的舞台 西林迪翁的这个结束 从她十五岁偷藏男人照片的那一刻起 她就亲手埋下了种子 这个让西林迪翁少女怀春穷追不舍的男人 为何会让西林迪翁的妈妈大跌眼镜 一个萝莉一个大叔 这样的组合很容易就被人当成了女儿和父亲 萝莉与大叔的感情能否修成正果 两人的生活又将经历怎样的变过 她只是想做雷内的妻子 陪伴雷内走完 也许是雷内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时刻 档案为您揭秘 西林迪翁与他背后被称为大叔的男人 相信绝大多数中国观众 只要一听到这段爱尔兰风笛 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在1998年那年春天 在全国各大电影院上映的电影 泰坦尼克号 电影讲述了1912年 在泰坦尼克游轮上 穷画家Jack与贵族女孩Rose 抛弃世俗偏见 坠入爱河 最终Jack把生命机会 让给了Rose的凄美爱情故事 电影的主题曲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心永恒 因为泰坦尼克好在全球热映 成为1998年最畅销的单曲 他的演唱者习林迪翁 也从一名加拿大流行天后 一跃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巨星 受到全球歌迷的追捧 然而两年后 习林迪翁却突然为了一个男人 散别歌谈 习林迪翁的这个决定 对于热爱他的歌迷来说 不斥为晴天霹雳 然而对另一个人来说 习林迪翁的举动 他 难够理解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人们一般称他为 Manu Dion 迪翁妈妈 顾名思义 他是习林迪翁的母亲 作为习林迪翁的妈妈 他心中一万个不愿意 习林迪翁告别歌谈 不但他清楚 所有人都清楚 一个明星暂退歌谈 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演艺生涯 就算以后付出 也不一定能回到最初的风光 但是习林迪翁的妈妈 并没有对女儿说过任何一句不支持的话 因为在习林迪翁妈妈的心里 这一切都是女儿的结束 早晚都对了 而习林迪翁的这个结束 从他十五岁偷藏男人照片的那一刻起 他就亲手埋下了种子 1984年的一天 清晨 那时候的习林迪翁 刚满十五岁 她的妈妈像往常一样 在帮助习林迪翁 收拾她的床铺 当习林迪翁的母亲收拾枕头的时候 无意中 她发现了女儿的秘密 有一张照片 一张男人的照片 由于长时间被揉错了 这张照片 已经皱皱巴巴 不那么平整 发现女儿偷藏男人照片之后 习林迪翁的妈妈才一生 之前 那个只懂得向自己撒娇 索摇洋娃娃的小女孩 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长大 开始 是少女 这个发际线 几乎都快到头顶的男子 就是被习林迪翁 藏在枕头下的男人 她的名字叫雷内安吉利尔 在认识习林迪翁之前 她就已经是加拿大国内 有名的唱片制作人了 同时 她还是一名音乐经纪人 这是习林迪翁15岁时的照片 青春无敌 浑身充满了少女的气息 习林迪翁偷藏雷内照片的时候 就是照片中的这副样子 习林迪翁的妈妈发现女儿的秘密后 十分担忧 她认识雷内 当时的雷内 41岁 比15岁的西林迪翁 整整大了26岁 而且 雷内还结过两次婚 有三个孩子 这样一个有过婚姻经历的男人 并不符合习林迪翁的妈妈 心目中对未来女婿的要求 这张照片是习林迪翁与雷内的合照 一个萝莉 一个大叔 这样的组合 很容易就被人当成了女儿和父亲 也难怪习林迪翁的妈妈会暗自着急 如果女儿习林迪翁对雷内的单相思执迷不悔 那么自己就是最大的罪人了 因为雷内是习林迪翁的妈妈 费了很大的劲 才攀上了关系 但是让她结识雷内的动机 并不是为了让习林迪翁 嫁给这个年纪可以当自己父亲的男人 习林迪翁的妈妈一共生育了14个孩子 习林迪翁是老小 习林迪翁天生一副好嗓子 从小就喜欢唱歌 而且对音乐极具天赋 小时候的习林迪翁 最喜欢的演唱场地就是厨房 只要一吃完饭 习林迪翁就会站在厨房的桌子上 把勺子 叉子 甚至是洗碗布当成话筒 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唱歌 女儿喜欢音乐 作为母亲自然会支持 女儿的兴趣爱好 但是习林迪翁的妈妈 似乎对女儿有更高的要求 她希望女儿能成为一个 专业歌手 当时在加拿大国内 最具声望的唱片制作人 雷内 自然就成为了习林迪翁妈妈眼中 培养习林迪翁的最佳对象 但是雷内愿不愿意 牵下习林迪翁 还是个未知数 1980年 在雷内的办公室 雷内见到了12岁的习林迪翁 还有她的妈妈 雷内希望习林迪翁能够当面 为她轻唱那首 《这只是一个梦想》 《这只是一个梦想》这首歌 对于习林迪翁来说早已驾轻就熟 她都练了无数遍了 可但当雷内要求她亲口演唱的时候 习林迪翁却怎么也张不开嘴 她只是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 难道习林迪翁与雷内的第一次见面 就要在这种沉默当中度过吗 如果这只是故事的结局 那么习林迪翁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国际巨星 那么当时习林迪翁究竟是如何打破僵局 开口演唱第一句歌词的呢 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习林迪翁的母亲 处理危机的攻关能力 她只用了一句话 便化解了当时的尴尬 女儿窃场 习林迪翁的妈妈赶紧站出来打圆场 她对雷内说 像这样没有话筒 她太不习惯 话音刚落 雷内便拿起了桌上的一支水笔 用温柔的声音对习林迪翁说道 把这个当成话筒 可以吗 故事说到这 后面情节的发展 您大概也都猜到了 习林迪翁一张嘴 那清亮高亢的声音 便深深地震撼了雷内 雷内当即拍板 签下了十二岁的习林迪翁 并且亲自担任她的经纪人 雷内签下习林迪翁的第二年 就为十三岁的习林迪翁制作了第一张法语专辑 上帝的声音 习林迪翁立刻成为加拿大魁北克省众人皆知的新星 专辑里其中一首名为《我对你充满爱》的歌曲 还被选中代表法国 还被选中代表法国参加1981年10月底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亚马哈国际艺术节 习林迪翁在这次比赛中获得了音乐家为他颁发的乐队特别奖 习林迪翁的母亲特别清楚 在认识雷内后的三年中 雷内在习林迪翁的歌唱事业上确实尽心尽力 自己对雷内也十分的感激 但事情得一码归一码 要让女儿习林迪翁与雷内结合组成家庭 她是万万都不会同意的 习林迪翁的母亲甚至觉得 感情的事一个巴掌拍不响 女儿习林迪翁私藏雷内的照片 肯定是雷内对习林迪翁起了歪念头 时不时向习林迪翁传递错误讯息 这才让习林迪翁产生爱情的错觉 习林迪翁的母亲哪里知道 从始至终打歪主意的人不是雷内 而是她的宝贝女儿习林迪翁 自从雷内担任习林迪翁经纪人以来 两人每天都在一块形影不离 习林迪翁当时只有12岁 后来由于歌唱事业也不得不辍学 在习林迪翁的生活里 只有雷内一个男人 而且雷内为人处事非常的成熟稳重 在音乐这个领域又是绝对的权威 一个少女在情窦初开的年纪 眼前只有一个男人 而且还异常的优秀 雷内自然就成了15岁的习林迪翁 爱慕的对象 其实一开始雷内并不知道 在她眼中 习林迪翁只是一个比自己小26岁的小女孩 是自己打造的歌手 只不过习林迪翁因为年纪太小 比较黏自己 走路的时候 喜欢牵着雷内的手 休息的时候 喜欢把头靠在雷内的肩膀上 吃饭的时候 习林迪翁还要求 两人必须坐在一起 然而在有过情感经历的习林迪翁的妈妈眼中 小姑娘的行为 已经从偷偷欣赏抚摸雷内的照片 变成了有实质性的肌肤接触 这时的习林迪翁已经18岁 是个大姑娘了 习林迪翁的妈妈决定 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都快晚上12点了 咖啡馆里的其他客人 基本上都走光光 只剩下雷内一个人 还坐在咖啡馆角落里的沙发上 大约两小时以前 习林迪翁的妈妈 就坐在雷内对面的位置上 对她进行了一番 狂轰烂炸 习林迪翁的妈妈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 雷内已经记不清了 此刻她的大脑里是一片空白 被吓得 因为习林迪翁的妈妈告诉她 习林爱她 爱她还不轻 习林迪翁的妈妈希望雷内 能跟自己的女儿保持距离 在行为举止方面 不要误导习林 习林年纪小 不懂事 情有可原 雷内她可是快五十岁的人 她可不能聪明人干糊涂事 遭人笑 习林迪翁妈妈的意思 雷内 懂 第二天 雷内立即做出了行动 中午吃工作餐时 雷内一改往常惯例 故意不坐在习林旁边 而是坐到了桌子的另一边 雷内的反常举动 自然引起了习林迪翁的疑惑 然而 雷内却好像故意看不见 习林迪翁询问的眼神 不与习林迪翁四目相对 然而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雷内还是决定 要和习林迪翁好好谈一谈 谈话的时机呢 就选择工作餐结束之后 在 回录音室的路上 雷内很直白地告诉习林迪翁 以后 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 要改变 习林迪翁是个大姑娘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和自己拖着牵着 要学会独立 要把所有心思 放在歌唱这件事上 不要成天 东想西想 让雷内没想到的是 习林迪翁居然哭了 这是习林迪翁第一次 在雷内面前哭 可怜的小姑娘 当时的她哪里知道 这一切都是自己妈妈 在暗中一手策划 习林迪翁哭着回了家 习林迪翁的妈妈 并没有去安慰女儿 可是 习林迪翁越哭越凶 习林迪翁的妈妈 心中对雷内的气 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她向习林埋怨 事情搞成这样 都是雷内之前 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妥善处理好关系 习林迪翁的妈妈 一说完就知道 自己说漏嘴了 女儿回家后 从始至终 没提自己难过 是因为雷内 现在可好 自己搬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这下 习林迪翁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午饭的时候 雷内会有一系列的反常举度 母女大战 一触即翻 习林迪翁第一次 与母亲发生了争吵 习林迪翁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权利去干涉自己的感情 哪怕是自己的母亲 习林迪翁责怪母亲 在自己的感情问题上 非但不起好作用 反而去阻挠自己 获得幸福 有这样一个不懂事的女儿 习林迪翁的妈妈 当时肺都快气炸了 但是 习林迪翁的妈妈 仍然努力压住自己心中的火器 她问习林迪翁 你口口声声说 我阻拦你的幸福 你哪里有什么幸福可言 从头到尾 明明就是你一个人 单相似 雷内他有说过爱你吗 让习林迪翁妈妈 没有想到的是 习林迪翁居然回答 雷内爱他 当时 雷内看着眼前 哭成泪人的习林迪翁 她突然感到 自己的心 被什么也扎疼了 雷内开始质疑自己 难道 自己 也爱上了习林迪翁吗 雷内 被自己吓到了 她不敢相信 快五十岁的自己 居然会爱上一个 比自己小二十六岁的姑娘 雷内无法面对自己 也无法面对习林迪翁 更无法面对习林迪翁的妈妈 当时的雷内 只有一条路 逃 雷内离开加拿大 前往美国拉斯维加斯 雷内在离开之前 她并没有忘记 自己是 习林迪翁经纪人的身份 她安排习林迪翁 去学习英语 准备接下来 为习林迪翁出一张英文专辑 打开每周市场 雷内希望 在她与习林迪翁 分开的这段时间里 两人都能冷静冷静 雷内的出发点是好的 可是在习林迪翁的眼中 雷内这次离开 是在逃避爱情 在习林迪翁看来 雷内不敢对自己表白爱情 除了来自于母亲的压力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雷内对自己的爱 不够浓烈 如果雷内被自己迷得神魂颠倒 无法自持 那么搞定雷内 就是分分钟的事 习林迪翁的想法 太可爱了 这活脱脱就是一个18岁少女的爱情观 雷内走后 更加柔美 在穿着打扮上面 习林迪翁 不再购买白衬衫 长黑裙等学生装 而是选择颜色鲜艳 能展示自己美腿 和常熟女性美的贴身洋装 习林迪翁 在加拿大磨刀霍霍 准备征服雷内的时候 那雷内 他在拉斯维加斯 干什么呢 逃避爱情的雷内 一个人 躲在拉斯维加斯 为天与酒精为伴 他只有在喝醉的时候 才敢想一想 习林迪翁 没到这时候 醉眼迷蒙的他 眼前会出现 很多习林迪翁的影子 有一千个 一万 雷内的心里很清楚 他是爱习林迪翁的 可是 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距 实在是太大 雷内 他自己伤害了习林迪翁 理智与情感 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打架 这样的修杰 雷内实在是受够 他把内心的苦闷 统统都告诉了 自己在拉斯维加斯的好友 好友惊讶 雷内为什么觉得自己 一定会伤害习林迪翁 雷内如果是真心爱习林迪翁的话 怎么会伤害他呢 好友的话 一语惊醒了梦中人 雷内决定立刻 回加拿大 阔别半年后 雷内与习林迪翁终于见面了 望着面前对自己笑盈盈的习林迪翁 雷内惊呆了 半年不见 习林迪翁确实变成了另一个人 一头金黄色的卷发 随意地披在肩膀上 修身的连衣裙 将习林迪翁曼妙的身段 展现得恰到好处 而且那颗可爱的虎牙 也得到了较证 雷内在心里惊呼 那个当年的小女孩 已经出落得亭亭欲立 雷内眼神里的差异 震动 尽收习林迪翁眼底 他暗暗的高兴 那是一个男人正眼看女人时 才会出现的神奇 自此 习林迪翁 初战告捷 在往后的日子里 习林迪翁继续有意无意地 进行与自己的征服计划 习林迪翁只要和雷内谈工作 百分之百会穿 露胳膊 露大腿的洋装 有时恨不得一天换石头 习林迪翁这么倒腾的目的 只是为了让雷内心圆意芒 每当看到雷内走神 忘记谈话内容的时候 习林迪翁心中就不断窃息 习林迪翁的这些小把戏 快五十岁的雷内 难道看不出来吗 他当然看得出来 但是雷内并没有点破 从年龄上看 雷内是个名副其实的熟男 熟透都掉地上 但是这并不代表 雷内不喜欢爱情 带给他的快乐 这个快五十岁的老男人 被习林迪翁彻底征服 少女的祈祷 美梦成真了 一九九四年 与前妻离婚的雷内 已经五十二岁 此时的习林迪翁 只有二十六岁 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 习林迪翁在苦恋累累十年后 终于与心上人 在蒙腾利尔圣母大教堂 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接受亲朋好友与歌迷的祝福 女儿结婚 作为母亲 习林迪翁的妈妈 虽然不赞成这场婚事 但是在婚礼当天 习林迪翁的妈妈 还是很高兴的 但是习林迪翁的妈妈 没想到的是 女儿的不幸 会如此迅速地 提前到来 1999年3月27号 雷内突然发现 自己的脖子上 长了一个鸡蛋大的肿块 三天后 习林迪翁拿到了 医生下达的诊断书 检查结果是 猴癌 这一天 习林迪翁刚满三十一岁 其实习林迪翁 在与雷内结婚之前 他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习林迪翁知道 比自己年长26岁的雷内 会比他早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习林迪翁万万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太快 快的 他都没能反应过来 雷内在诊断出癌症的当天 就做了肿块切除手术 然而 这并不代表 雷内的身体 就能百分之百地痊愈 雷内一倒下 习林迪翁 再也没有心思工作了 还记得 片头 习林迪翁 想要暂别歌坛的宣言吗 在当时的习林迪翁心里 歌手 国际巨星 这些身份光环 他通通都不在乎 他也不愿意 继继续担任这些决策 习林迪翁 他只是想做雷内的欺负 陪伴雷内走完 也许是雷内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失望 1999年12月31日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摩尔森冰球场上空 第一次想起了这是一个梦想的伴奏 这时 离12岁的西林迪翁第一次见到雷内 为他轻唱这首歌 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 18年来 西林迪翁从来没有在任何演唱会上演唱过这首歌 蒙特利尔这次世纪末跨年演唱会 对西林迪翁来说意义重大 唱完最后一首歌 他就要暂别舞台去照顾丈夫雷内 西林迪翁希望用同样意义重大的 这是一个梦想来作为给歌迷的告别礼物 同时也希望这首歌能给雷内带去好运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0年 照片中的西林迪翁和之前我们所看到的 在跨年演唱会上的他 判若两人 照片中的西林迪翁为了节省花费 在自我打扮上的时间 干脆剪去了他那头金色的长发 他虽然极力让自己在镜头前微笑 但是也难以掩盖住他憔悴的神情 可以想象 西林迪翁在照顾雷内的这段时间里 他承受了多大的精神 压力 西林迪翁不但要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 他还要经常承受妇科医生 对于自己身体上的折磨 因为西林迪翁有个疯狂的决定 生孩子 在西林迪翁妈妈眼中 女儿确实是疯了 雷内的病能不能痊愈 在当时还是个未知数 西林迪翁挤着要孩子 孩子如果生下来 雷内又离开人世 西林迪翁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带孩子会异常辛苦 这些问题 西林迪翁的妈妈不能不替女儿考虑 在西林迪翁与雷内结婚的六年时间里 他们曾经也想过要孩子 但是雷内考虑到西林迪翁的事业 而且西林迪翁每天都有大量的演出 种种原因导致了两人一直没有将生孩子这事提上一程 如今雷内得了癌症 很可能不久于人世 西林迪翁希望能在雷内离开之前 拥有一个属于他们俩的孩子 来延续他对雷内的爱 让西林迪翁失望的是 他的肚子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 之前我们提到过 西林迪翁经常会去看妇科医生 难道西林迪翁的不愿 是西林迪翁的身体出了问题 西林迪翁的身体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雷内的身上 为了治疗雷内的癌症 雷内必须接受一种化学疗法 但是这种治疗方式会让雷内丧失生育能力 这样看来 西林迪翁想为雷内生的孩子这事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既然西林迪翁的身体没有问题 他们又不能有孩子 那么西林迪翁天天去妇科医生那遭罪 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西林迪翁还是有可能 坏上雷内的孩子的 虽然雷内在接受化学疗法之后 会丧失生育能力 但是雷内在做化学疗法之前 就去了一家精子银行 将自己的精子冷冻在一个试管里 体外受精 这是西林迪翁想拥有雷内孩子的唯一方法 但就算是试管婴儿 西林迪翁也差一点无法拥有 西林迪翁打算要孩子的时候 雷内已经快六十岁 他冷冻在精子银行里的精子量很少 而且缺乏活力 西林迪翁受孕的机会很小 西林迪翁每天都要接受注射 以确保子宫能为胚胎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 并刺激他的卵巢分泌卵子 这也难怪西林迪翁要天天往妇产科跑了 但只要是为了孩子 西林迪翁上刀山下游过都愿意 我手中拿的是一张婴儿的超声波图片 是由Dr. Jessica Cohen 一名叫杰西卡·科恩的医生 拍摄于2001年的11月27日 在这张图片上 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婴儿的头部 嘴巴 鼻子 在图片的左上角 这儿 写着被检查孕妇的名字 第二 西林 西林迪翁 没错 皇天不负有心人 西林迪翁终于怀孕了 西林迪翁得知自己怀孕后 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雷内 雷内激动万分 生命总有奇迹 就在西林迪翁怀孕不久 医生告诉雷内 在经过38轮放疗化疗后 雷内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被完全清除 雷内恢复健康 双喜临门 2001年1月25日凌晨1点 西林迪翁与雷内盼望已久的孩子诞生了 西林迪翁为他取名为雷内 查尔斯 这张照片上 小查尔斯 刚刚七个月大 西林迪翁生下查尔斯 一年后 推出了他的新专辑 新的一天 这是西林迪翁暂别歌坛两年后的第一张专辑 专辑中几乎所有的歌曲都与他的丈夫雷内 以及刚出生的儿子查尔斯有关 在西林迪翁心中 他们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在查尔斯两岁大的时候 西林迪翁决定付出 2003年 拉斯维加斯的新凯撒剧院坐无虚席 这让离开歌坛三年的西林迪翁无比庆幸 他的歌迷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忘记自己 西林迪翁的歌迷都理解 西林迪翁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对雷内那份恒久不变的爱 2010年 42岁的西林迪翁作为高龄产妇 再次通过体外受精 为67岁的丈夫雷内 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 他是电影史上最啰嗦的唐僧 在他无厘头的背后 却有着怎样的款款深情 一个美貌动人 一个奇貌不扬 这两个看似完全没有共同点的人 究竟是怎么就走在一起 命运多闯 两人年过五旬却同被确诊患了癌症 又是什么力量让两人双双奇迹般的痊愈 我们结婚吧 档案为您揭秘 罗家英汪明泉真情演绎 101次求婚